陈鹤说自己长得像周杰伦,昆凌听了默默说了这四个字。 这期的奔跑吧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跑男画风,还请来了五位漂亮的小姐姐和一位魅力大叔吴秀波和跑男团一起合作。 而在这五位小姐姐中处夕,蓝莹莹、宋祖儿、Sliner和昆凌中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昆凌在节目中的表现了,因为她平时也不怎么参加综艺,所以我们都很好奇杰伦小公主娶的老婆在生活中是怎样的性情呢? 而昆凌一开始出场的时候就是美美搭笑仙女,笑得也很灿烂很亲切,随后跟正凯交流的时候也比较自然,俩人还给对方画字画像了,不知道周董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会不会吃醋呢? 虽说她跟大家不是很熟,普通话也不是很好,但每次提到她的时候都会积极回应,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昆凌还主动爆料说自己爱嗆被子,每天醒来被子都在自己这边,然后大家就嫖侃周董是不是经常感冒啊? 身边给有个电暖炉吧哈哈哈哈 跟大家玩了几次游戏后昆凌也与大家也变得更熟了,在赶往另一个目的地的途中陈赫就感慨在这么美的国家应该好好享受而不是做任务啊,接着陈赫还对昆凌说等拍完节目让杰伦带你玩两天啊,然后昆凌说她也在这边拍东西嘛 baby听到俩人的对话忍不住对昆凌,告状说陈赫老是自称自己像周杰伦啊,昆凌就很认真地看了陈赫一眼默默说了句还真不像 哈哈这下陈赫被啪啪打脸了,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再说自己像周董了 不过有网友评论陈赫和周杰伦还是有些相似的,因为俩人都是小眼睛,现在还都变得胖胖打哈哈哈哈 很多人看完这期的胖男都对昆凌录转粉,感觉他不仅长得漂亮性格也很好啊 难怪结婚之后的杰伦变得更加调皮,看来平时跟昆凌相处时也喜欢护对吧 而且夫妻俩还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各种秀恩爱,现在俩人也有了银儿一女真是太令人羡慕了 你们觉得昆凌这次在跑男的表现如何呢? 陈赫和周杰伦谁更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